乘风破浪姐姐张雨琪指责叮当 乘风破浪的姐姐张雨琪指责叮当 无心看不下去,直接上手厉害了。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首播过程中, 30位女艺人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出舞台表演, 接下来迎接她们的就 是第一次公演。 在公演之前还有一场竞争激烈的隋唐测评, 测评成绩,也影响到第一次公演的出场顺序。 但在这次测评过程中,爱热巴迪七, 人团的表现最差,连一向暖心的黄晓明都评价说 这个团的表演不是一般差,而是特别差。 之后这剧团的七位成员请教了评委团, 要怎么做,才能迅速提升这个团的实力。 女团经理人杜华给出的建议是要选初一。 各队长带领大家, 张雨琪一听这话立马回应华姐说得特别对, 我们真的要有一个队长, 但这个团已经有了一个队长, 就是当时大家一。 其选出的叮当, 但大家压根没听叮当的任何建议。 对此张雨琪称叮当。 作为专业歌手, 在歌唱方面确实有实力, 对于这个团的所有问题叮当, 都知道, 但他就是不说。 因为这个组个性强势的成员太多, 张雨琪就, 是最强势的一位。 而叮当个性内敛, 所以他压根指导不了这个团, 大, 加个有个的想法, 表现得都特别强势。 看到张雨琪在这个时候当着对, 有和评委的面指责叮当, 刘云看不下去, 阻拦他, 你别说话他就说话, 了。 但刘云压根阻拦不住强势的张雨琪, 张雨琪不仅说, 而且还深。 手指, 同样作为队友的吴欣也看不下去了, 见张雨琪在众人面前这么, 指责叮当, 并且还用手指, 吴欣也特别把戏, 直接上手去互注意。 精泪流满面的叮当, 吴欣这番反应真的是, 厉害了。 在这个节目中不仅, 黄晓明对姐姐们暖心, 吴欣也特别贴心, 尤其是对叮当。 见叮当太尾, 屈, 吴欣多次安慰, 帮助叮当, 让人特别感动。 乘风破浪的姐姐背对, 有甩锅沈孟晨一怒之下投底, 吴欣厉害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乘风。 破浪的姐姐突然开播吸引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这档节目虽然也 赢了一次竞争激烈的隋唐测评, 这次隋。 唐测评的成绩也直接影响第一次公演的出场顺序。 在此期间, 两个七, 人团中大碗宽面赢了爱热巴迪, 获得了选择出场顺序的机会。 这个时, 后大碗宽面团的李斯丹妮向身旁的队友沈孟晨建议, 说后出场肯定有优势, 所以前面四个团比拼的时候, 胜的团都选择了后出场。 轮到大碗宽面团选择出场顺序时, 大家都一致推举沈孟晨作为代表去做选择。 沈孟晨从座位上站起后, 立马朝队友们做了一个征求意见的举动。 正。 在这个时候成团建政人黄晓明开始催促他做选择。 在黄晓明的催促下, 沈孟晨立马去做选择, 这个时候队友中孟家向沈孟晨喊话说我们美。 有商量, 你干吗? 你自己想好。 沈孟晨当时都傻眼了, 自己突然被 队友甩锅, 真的始料未及, 说好的是一个团, 怎么突然就被甩锅了呢? 沈孟晨见自己居然被队友甩锅很生气, 然后一怒之下做出了一个 投敌举动, 拿着两个团的牌子 问对手团爱热巴迪的队员想要怎样的。 出场顺序, 吴欣就是爱热巴迪的一员, 而且当时他和队长叮当都坐在前排, 见沈孟晨问话, 吴欣的回应厉害了。 吴欣不想沈孟晨为难, 锁。 以当即表演没所谓了, 让沈孟晨做选择。 , 如果您的高度大工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